哈喽大家好 上一期实名完事 我和吊巴子深刻的体会到了 游戏策划太难了 我们俩的游戏 就这个平衡度 都很难把控 所以我就觉得 咱们这个游戏规则不变的情况下 应该调整一下数值 对 具体数值呢 大家看一眼片头就懂了 我觉得 咱这价格大侦探 最重要的就三件事 怎么说 公平公平 还他妈是公平 所以啊 AA的时候就不应该算我亏 好 我已经收看 价格大侦探 今晚大翔哥吃什么 完全看我摄影小哥大爸子的心情 从选餐厅到点菜环节 全都有我说了算 用餐结束后 我们会根据以下规则 进行猜价环节 误差过大或足够准确 我们都将可能支付对方双倍价格 究竟是他亏 还是我赚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SOHO上都 这哪儿啊 这是东大桥附近 哦 我觉得今天一份饭倍儿便宜 这地段 全倒闭了 哎呀就这个就这样 爱上泰国泰就在爱太风 是从这儿进吗 跑完都过了 外边还排队 我感觉这家店肯定又正宗又便宜 我现在是发现只要是排队都跪不了 谢谢 咱们有冰块吗 苏儿是泰国人 我说有冰块吗 对的 哥们 咱家有冰块 给我来一杯 谢谢 哇这么好 这冰块 太屌了 就是大家冻冰啊 想冻成那种纯透明的 里边一点啥子都没有的 这不好呢 要不然有气泡 要不然就是有那个白色的那个 那香气的东西 这冰给一桶 每一块都特别透 加大分 我靠 嘿嘿 还斑斓 太是传统八宝手卷 玩呢大哥 这啥呀 小米辣 小芸蜂粒 虾米可以多来点吧 花米来三颗 洋葱 椰子 这是椰肉烤过的 我觉得酱是精嘴 再搁一粒姜 看看你组合的这个 就一二一二都放的 还很有特色 不难吃 这个是椰糖 相当是用椰糖 把姜啊 然后洋葱 小米辣跟青苗 这些调料 笃合在一起 配上干虾米 花蜜米 还有椰蓉 然后裹着这个吃的 尝完那个了 咱们讲这个是 它的凉菜 凉拌 水晶虾粉条 肉末 这个算是 它是特别传统的 开胃凉菜了 我基本上在泰国 每一家餐馆 都能看见这道菜 咱来一口粉条 看看它的调味 嗯 很酸爽 里边主要是香菜 洋葱的香 配上它调的 没有什么鱼鱼味 这感觉是在国内改良版了 我觉得没有来泰国吃的爽口 然后酸味主要是它的小清零汁 好吃 我只要菜能选辣度 我选的是微辣 哦 怪不得 感觉味儿稍微淡了一点 这也没有我吃的太多的那个味道 但是整体的基调差不多 我觉得很好吃 这个特别推荐喜欢吃香菜 喜欢酸甜口的人 这道菜的调味儿你肯定特别喜欢 你要不喜欢酸和不喜欢香菜的话 这道菜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好吃 我接着这个太横了 泰式咖喱炒香 你这要是不整米饭 这咖喱怎么能吃啊 直接吃的话有点那个吧 我们这货饭无敌啊 我想先尝一口这个泰式咖喱 看跟我想什么味道一不一样 就是这个味 就是正东 开过贝了 虾线已经剔除了 可以直接吃 这个虾应该就是冻的那种盐田虾 或者南北白虾 我 我要个米饭吃 您好 我加两碗米饭 两碗米饭 好的 来一勺米饭 快一勺咖喱 它这米饭也是太过香的 尝尝的 合理分明 好吃好吃 最好吃 超级超级无敌香 我靠火锅了 这个是这锅蒜的菜 然后还有一块干脆面 然后这个是肉 猪肉丸 猪肉 它给腌过 然后虾 这个鸡蛋呢 是拌着猪肉一块的蒜的 这个好像是酸嚼料 蘸肉的 这个是海鲜料 这料太熟悉了 就是蘸海鲜无敌的 超级海鲜料 又酸又甜 又苦又辣 又香 又那个 咱们先把鸡蛋跟肉拌一块 往上一倒 我靠 这爽 这真的是这么高 大抛夜炒脆五块肉 这也是泰国特色 这锅还没开 开完再涮 咱们先吃这个 看看这脆五块肉 有多脆 嗯 我靠真脆 但是 打抛夜 它的特色 没吃出来 它本身的味道不明显 这五块肉先炸后炒的 就是脆 你们听我嚼一口来 你这块不脆 有的脆有的不脆 这个呢 也就是第一块脆 这出品感觉 它不是特别的平衡 还挺好吃的 我喜欢这个味 但是没有那么惊艳 它挺好吃的 它这所有条味都好吃 并不如说它做的有多牛逼 但是它这个条味就特符合我审美 酸甜辣嘛 快开了 我要涮一口的 先涮一个最好熟的虾 这果鸡蛋的意义是啥呀 小八 这一涮不就没了吗 不知道 让它变得更嫩 我觉得是 哦 是吗 鸡蛋跟肉能让肉嫩 这是啥化学法 扯蛋 好了 这虾包个壳的 一烫就熟 一卷味 就捞 时间长了就不脆了 这虾一定是就这个海鲜料 那边有薄荷 有青柠 小米辣 香菜末 全打在一起 算你闪看就不是特别有味口 但是味道又鲜又香 蘸海鲜就跟那种 不是 真好 然后涮个猪肉丸子 趁你涮丸子的时候来一片猪肉 应该挂一下蛋丝 鸡蛋丝 这根猪肉好了 蘸着它这个酸脚料 这个调料其实好结实 就是香菜梗 然后洋葱 然后应该是有鱼露 大葱的 葱白 应该还有点蒜 然后小米辣 然后还有椰糖 调这么一个酸辣甜口 带着香害的香 和葱香的这么一个调料 我们俩的话吃完了发现猪肉丸网说了 但是我们吃了几个 它这猪肉丸品质真好 我不知道是它买的 速冻的还是真自己家垂出来的 特别坦 而且 看啊 很多汁 这猪肉丸太好吃了 那一盘子就猪肉丸 我觉得很正眼 其他的我觉得都很普通 没什么可说的 最后就是今天的甜点 泰式香兰椰酱面包 它呢 好像是那个土层面包 把面包那个外边那一层皮 给弄弄掉了 就剩里边的心了 站着啊 吃着玩吧 我觉得也要 这说白了就是 面包蘸椰味煉乳的感觉 但是面包却是挺松暖的 好啊 紧张自己猜这下环节 猜之前呢 我先说一句 就是这家店 整个啊 这个商串 转了一圈 都是那种没什么人 甚至都都不出去的铺子 而这家排队 跟那排了好几桌队 所以我觉得 摊加好吃正宗只是一方面 绝对不会太贵 所以我这个价格也写好了 觉得我今天拿捏你了 真的吗 可以 拭目以待 首先八宝树叶子 我猜68 实际价格58 粉丝半虾58 实际价格58 这不用你免赞 改了新规则之后 你中了一面单了 你就准备请我就 你牛啊 咖喱炒虾 后来吃完了我发现 开始觉得不多 越吃吃不完 里边有十五六只 虽然那虾是冻的 然后成本没有那么高 但是那一大盘子 咖喱做起来也没那么简单 我觉得168合理 但是我猜是138 实际价格 158 翠五花又48 实际价格68 火锅那一整套 我写的是128合理 但是我猜98 我觉得又猜低了 实际价格138 合理人家价格 因为我看人太多 我就给咖喱猜低了 我靠 面包28 这不说了 面包38 耶 完了 差点多啊 我一共是438 你实际呢 实际是510吧 我靠 我还以为我得请了呢 前面才那么准 后边这一差多了 还好啊 差的不太多 那这个算完就是15.4% 新规则改完数值之后 是咱们AA 并且以后呢 小爸公平公平 还那么公平嘛 所以AA的话 不算他亏 只是我们开心的 吃了一顿饭 所以今天 没有结算画面 美养你请成 我请 你今儿应该庆幸 你没请我就不错了 这么多期来 这今儿你最接近的一期了 你等着你小子 你别嚣张 OK啊 小爸的买单 所以AA给他转了259 做做总结的话 就是这家餐厅 确实正宗 而且呢 价格确实也合理 跟我算的差不多 之所以我给低了呢 就是因为外边排队排的呀 给我一种错觉 就是这家是不是 好吃正宗的同时 还特便宜 看来是有点想多了 最后就是这家餐厅 一言而异 喜欢这个风味的来没问题 绝对不采雷 尤其是那个八宝叶子 吃的别有一番风味 好啊 那么期视频就到这里 多希望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